就在本周一12月7日 美国以香港问题为由 宣布制裁13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中国在三个工作日后的周四12月10号 宣布采取反制措施 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 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 国会人员 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持续亲属 实施对等制裁 同时中方决定取消美方持外交护照人员 临时访问香港和澳门的免签待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四表示 美方利用涉港问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方核心利益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成功的把球踢回给美国 目前美国政府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自从中国人大常委委员会上月发布决议 对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增加爱国规定 港府随机宣布四名泛民主派议员及时被撤职 反对派议员随后总辞事件发生之后 中美之间在香港问题上的角力变得愈演愈烈 而周一宣布制裁14名中国副国级高官一事 将此事推向了高潮 但是我们在先前的节目中就提到 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第三的常委 栗战书并不在新一轮制裁名单之列 我们分析认为 这显然是美方在此事上留有一丝余地 并不打算让事态过度升温 但其实自今年7月起 美国已经先后对中国相关官员发起了五波制裁令 其中有今年7月宣布针对新疆官员的两波制裁 8月对香港行政长官林中月娥及多名香港高官进行制裁 11月华盛顿在对涉港安全机构中的 另外4名中港官员实施制裁 以及本周被制裁的14名高官 这充分显示了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极度不满 平民出手也表现了特朗普政府对于干涉中国政策的决心 而中国面对美国的种种打击 目前仅出手一次 那就是在8月出台反制措施 制裁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 克鲁兹 霍利 克顿 图米等 美国国会中的对华强硬派 而关于这一次的制裁令 目前中方暂未公布收到制裁的名单 但是其实分析人士指出 这次的制裁 最大的效力也并非在于对待个人的限制 而是美方外交人员可能更难到港澳地区 此招一出 更多的用意也是增加美国干涉中国香港问题的难度 大家看着中美双方这一来一回的博弈 不禁会想 这些制裁与反制是对等的吗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 众多政治人士认为 双方的制裁更多的是象征意义 实际上并未造成过大的影响 在政策方面 制裁意味着被制裁人及其家属 被禁止入境相关国家 其所在当地的财产也会被冻结 而实际上随着中国对于腐败问题的严防死守 现任中国官员在美资产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比如在美方制裁名单上的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 此前受访时表示 根本没有兴趣去美国 在美国也没有一分一离的资产 而对于美国政客来说 在中国基本更没有可能会存在实际资产 同时由于美国政治家们的严谨态度 从政的人往往会展示放弃从商 所以就更不会存在与中国有任何生意往来的可能 除了财产冻结这件事看似影响最大之外 剩下的便是限制入境相关国家 在这方面上中国可能略微吃亏 因为有评论人士认为 中国及香港官员的家属到美国读书工作的机会 比起美国官员政客家属到中国读书机会较大 例如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儿子 原本在美国读书攻读博士学位 外界猜测她儿子因此而受到影响 但林郑月娥拒绝评论只称家人全力支持她 第三点则是美国独有的优势 那就是美国利用强大的金融地位 来限制被制裁人难以使用任何与美国相关的银行服务 例如林郑月娥公开表示 自己要以现金之心 将现钞放在家中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此前受访时承认被局部暂停银行服务 但只影响微不足道 在这方面由于人民币的根基尚且不稳 中国似乎没有更多的筹码来进行反击 但是此事的影响范围很小 且依旧有办法应对 所以并未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由此可见 中美双方这一来一回的制裁与反制 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 纯属大国博弈之手段 与实实在在打了几年之久的贸易战相比 这些制裁确实是有点小而可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 请不吝点赞并 感谢观看